表面上看现在好像失业率挺低的 但实际上这么高的加息 像美国的房贷利率 其实已经到六到七了 所以很多美国的一线城市 包括纽约它的房价 购房房屋销售也开始大幅的下降 价格也开始松动了 就是说它一般都是提前反应的 提前反应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它影响的服务业 对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看来 美国经济明年能不能承受这么高的利率 继续能增长 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疑问 所以我倾向于同意 JP Morgan总裁 JP Diamond说的 美国很有可能明年 年终下半年就经济衰退了 衰退的时候 美联储就不可能加息 甚至要降息了 所以我觉得今年年底到明年 其实政策会比较动荡 也比较美元 包括股票 你看这个反应非常极端的 一个数据出来 你看美股可以连涨几天 就是涨了5% 然后一个数据 比如说上次劳工数据比较坚挺 一出来一天就跌个4%到5% 极端的这种股市的表现 也反映了投资者 其实非常 现在这个就是非常异常的谨慎和小心的 这个有人反正海外有些 有些分析师把那个通胀 他规矩于这个包括能源 这个供应链中断 包括把中国 包括俄罗斯 这个能源的问题 归到俄罗斯身上 这个供应链归到中国身上 那种观点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不正确的 这个全球通胀的核心问题 其实还是这个过去几年的 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拼命印钱 包括伯南克这次拿了诺贝尔奖 他就是研究金融危机的 金融危机理论的 这个所以他也说得很清楚 你要防止通缩 就是拼命的印钱 最极端的印钱在直升机上撒钱 这个就是他最新的发明 2002年的时候 他说的解决日本的通胀问题 他说我有几种办法 可以避免像出现日本的通缩 就是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就包括后来美国在08年之后 所有的一系列的政策 包括几步这个印钱QE 然后这个买债 其实当时02年他就提出来了 一步一步 最后不行 他说我就开着直升飞机 在纽约街头撒钱 这是他当时说的 02年 结果全部在美国 后来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 就使用了 但这次美国疫情下 这个美联储做到 美国政府 这个做的比博南克 当时说的 在直升机上撒钱 更极端 他不是撒钱的 你还要液晶撒出来 老百姓还去抢 他是定向每个人要交税 根据你的地址就给你发支票 所以美国的基础货币又翻了一倍 就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 所以这一次的新货币理论的实践 其实现在很多人就必而不谈 谈那些其他的次要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造成全球货币泛滥 这个通胀上行的最主要原因 那么后面再叠加能源问题 能源问题只不过是比较明显 但实际上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印钱 货币化财政次造成的这样 供小于求 进而引发这个工资和通胀的螺旋式上升 这样一个激励 感谢观看